據消息台北市長柯文哲八年任期即將進入尾聲了 最後總質詢議員送上畢業禮物 也讓一場難得出現歡笑聲 不過一提到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陳時中 何純哲可怕又令克變臉了再度火力全K 針對陳時中所提出對大巨蛋的政策猛批 甚至還當場爆出口 最驕傲的是什麼 我還活著 八年執政走入倒數階段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回答讓議員苦笑不得 最後一次總質詢議員紛紛送上畢業大禮 一場上難得和樂融融 但話風一轉談到陳時中的大巨蛋政策 拋出保證安全體育優先 公開透明三大原則 柯文哲火氣上來打爆出口 他能不能講一個具體的方法 公布檔案 我們全部都公布 他還想去挖出什麼什麼檔案沒有公佈 X話 X話連片 萬一他當選交接給他用印 毫不留情痛批陳時中 而被問到台北市三角都之爭 柯文哲再將炮火對卷陳時中 議員僅要棄保議題不放 就怕黃申山選前被棄保 柯文哲喊話別靠議事形態 畢竟選情進入白熱化 柯文哲千方百計 想替黃申山突破僵局 但卻不見其色 你有為了黃申申約宋楚瑜見面 然後被婉拒 有這個事嗎 有 那什麼時候啊 大概什麼時候的事 兩三個月前吧 你會再約他嗎 會 會不會被打槍 有可能 親自拜訪卻吃閉門羹 反倒陳時中成功請義 如今藍綠白都想搶下局 因為支持 要想將票員最大化 親民黨顯然已經成為 關鍵角色 這次陳明華 陳時期 台北參謀道